她曾对杨幂有之欲之恩,如今杨幂报恩助她一臂之力,再次爆红。 要说起杨幂,如今称之为内地新四小花旦之一,更是电视剧的收视保证,从童青出道的她,在娱乐圈摸牌滚打多年,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 但是其实早在很久以前,那个时候的杨幂签约香港经纪公司时,尽管在内地有一定的知名度,但是在香港却是一个无名小辈,所以一切都要从头才来。 那个时候也受到过很多打击,但是当初她在拍摄《十二生肖传奇》时,作为主演的郭聘超却帮过她,如今八年过去了,杨幂不忘报恩,更施助她一臂之力。 要说起郭聘超,十九岁开始从事模特工作,因为在麻辣高中生的客串,让观众印象深刻,由此开始踏入演艺圈。 郭聘超出道多年,作品并不是很多,刚出道不久就和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安宇轩多次合作,最初一起出演《麻辣先师》,后来又一起合作。 动于并开始被公司力捧,再到白袍之恋,让她当时风光已时,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。 郭聘超有着九头深美男的称号,颜值高,身材好,更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完美男神,甚至曾经还以歌手身份发行过《我不像我》,同行等唱片。 随后也开始和许多其他演员合作,如林志颖的《单身公主相亲记》,明道的《悄悄爱上你》等,更是以主演身份拍摄《十二生肖传奇》,在片场中帮助过杨幂。 后来也有陆陆续续的拍摄很多作品,但是关注度开始逐渐降低,在娱乐圈,作为偶像剧出道的她,在如今这个先六倍出的年代,颜值已经慢慢被新人取代,自己也慢慢地被观众淡忘。 但是,没有想到的是杨幂并没有忘记当初郭聘超的帮助,在她最新的电视剧《谈判观》中,除了自己旗下的艺人出演以外,更是让她出演《男二号》,饰演秦天宇,一直独恋杨幂的角色。 而且,同样在范冰冰的古装大剧《迎天下》中,也有她的出演,看来这次她又要爆红,迎来事业第二春了。 大家喜欢郭聘超吗? 大家喜欢郭聘超 Feh冰冰冰冰战